好 最新的国际焦点 我马上连线带你来关心 在韩国举办的G20高峰会今天开幕 包括了美国总统欧巴马等等在内的25个国家元首 还有7个国际机构首长都已经陆续抵达韩国了 而这次峰会的重点呢 中天特派记者史哲伟 也在G20的高峰会现场 目前最近情形我们连线交给哲伟 在我背后的时候 Cook Center现在是G20高峰会的leader 他们就要在里面理论上是要讨论重新平衡国际贸易 还会让世界的经济如何的成长 而我们台湾虽然并不是参与者 但是高峰会的结果确实会大大的影响我们台湾的经济 因为美国在上一个礼拜宣布要打开印钞机 印6000亿美金的钞票 再加上美国的利率是已经接近零了 所以就有一堆有办法的人 他们就从美国借来大笔大笔免利息的钱 然后转到经济成长比较高的地区去套利 而这所谓的热钱就如同潮水一般涌进了我们的台湾 台并就开始拼命的升值 连我们央行总裁彭怀南他都要挡不住了 好 现在或许有人会说台币升值很好 因为买名牌包包或者是进口车会比较便宜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台湾是以贸易立国 经济靠的支撑不是内需而是出口 所以台币升值过高的话 对我们整体出口经济就会有害 而且更严重的是什么 在这种国际热钱等等的环境继续下去的话呢 就一定会有国家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国内的产业生存 所以就进行贸易保护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入 换句话说 这对我们台湾的出口导向的贸易就是致命的一级了 所以我们中天作为全台湾最接近世界的电视台 我们就在首尔G20高峰会的前线 为您做第一手的观察还有这个分析 保护您的荷包 关心台湾的经济 感谢您的观察